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非常好的朋友 要给大家认识一下 他可是从非常遥远的地方来的呢 奇怪 我的朋友在哪里 我等他等好久了呢 该不会迟到了吧 这什么声音 猎队欢迎 我非常喜欢台湾 我非常喜欢台湾 我今天特别高兴 因为今天我朋友回来 我出去玩 当然咯 你都来台湾了 我一定要带你出去玩 你顺便跟观众朋友介绍 高雄好玩的地方 对 非常好 你不觉得高雄的太阳超热情的吗 也在热烈欢迎你了 对对 我们外国最喜欢在户外 下太阳 真的吗 但今天好热 我一直有害 讲到夏天 你会想到什么啊 去海边啊 去海边 吃冰也很好 你超聪明的 你怎么知道 我今天帮你安排 一整天的吃冰状 其中一项就是要去吃冰哦 非常好 我们去哪里吃冰啊 答案介绍 桥头糖厂 登登登登 工厂有什么好玩的呢 哎呀 你这就不懂啦 这可不是一般的工厂呢 里面除了有好吃的冰 外面绝对吃不到 而且这边有很多 历史文化背景 非常好 让你更深入了解台湾 那我们等什么 赶快走吧 Let's go 你有骑过摩托车吗 没有啊 我们赶快走吧 等一下 上车之前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怎么了 就是要戴安全帽 今天这么热 我会留更多汗 不行 我不要 可是这样骑摩托车 不戴安全帽很危险耶 但我头发今天这么漂亮 流汗总比流血好吧 我真的要戴吗 在86年 开始实施 骑机车要 强制戴安全帽的时候 我们发现 在前几年的平均数据 死亡的人数 一年大概4500人左右 那实施了 86年 实施了之后呢 我们发现 降了非常多 降到每年 差不多2500人 所以 在这么一个急剧下降的幅度里面 我们发现 真的是归功于推行的这个 行车要戴安全帽的一个法令 在我们的法规里面的规定 安全帽一定要经过经济部的一个标准检验局 检验的一个合格 那在安全帽上面外缘有贴有一个检验标章 那这才是一个正确的 也是一个实用 有保护性的一个安全帽 安全帽 它在穿戴 第一个 我们在挑选的时候 一定要适合自己的头型 如果会上下摇晃 不紧实 那它在发生事故的时候 有一个往外抛的一个力量 那可能会造成你的安全帽 可能就会飞出去 那你的安全帽也不可以遮挡到你的视线 所以我们在挑选安全帽的时候呢 一定要亲自的去到我们的一个商店里面来亲自试戴 如果没有戴安全帽的一个机车 我们会违反我们道路交用安全处罚条例 第31条 一项6款会处以500块的罚款 那如果你后载的人他没有戴 一样会处500块新来币500块的罚款 好的 为了安全我们就戴安全帽吧 一定要戴的啊 这样可以吗 我看一下 看好了 OK 好的 我们走吧 OK了吗 OK了 出发吧 好 出发了 走吧 在台湾驾驾车的人真正是非常多 虽然驾驾车方便 但是也要够好的自身的安全哦 所以驾驾车 一定要在合格安全帽子 并且扣上安全帽带 而且还要注意到尊修交通整个 才可以放心的吃喝玩乐呢 你看 桥楼桃档在左边 快到了耶 太好了 我们终于到了 来看前面是绿灯 我们赶快左转进去 不行不行 骑西车要两顿四左转 不然这样很危险哦 所以我们要先骑去带转区等 好吧 我们高雄市的机车 达到228万辆 相当的多 那因应这个机车组 转向的需要 我们在许多的路口 都有规划两段式的转弯 那我们驾驶人 可以在绿灯的状况之下 行驶到右前方的这个带转区 等待呢 另一方向的这一个 这个路口变为绿灯的时候啊 才这一个直行 完成两段式转弯 那如果没有遵照这一个 两段式转弯的规定 会被处600到这个1800的挖款 没错 骑机车一定要遵守两段式转转 减少和快车到 降壮的危险 平安上路 吃喝玩乐 才会更有趣哦 我们快到了 我们在这里啊 对啊 桥头堂堂堂最有名的 就是红豆酵母冰啦 这个节奥 卡式翘 炎炎夏日 带阿兜的朋友 ROGAN 来这个桥头堂堂 吃冰 看孤雀 小鼠又长姿势哦 到了 好吃的冰就在这边 好了 哇 你看 哇 谢谢 其实我也很久没有来了耶 哦 一人拿一支汤匙 你看连这个汤匙都很特别哦 是用木头刺的 你应该以前没有吃过 没有没有啊 哦 很有趣 哇 哦 真的快要中暑了 好热哦 这种天气 你看一看这个冰 是不是你以前都没有看过啊 没看过 我们在美国没有这个冰 真的哦 它跟一般的冰淇淋不一样哦 你赶快吃一口就知道了 这个名字叫做 红豆酵母冰 很特别的名字 这个味道我一定没吃过 没吃过啊 对啊 其实我自己也很久没吃了 嗯 很好吃 你不觉得它那个红豆吃下去 都 这个refresh起来了 对啊 好开心的感觉哦 对 而且你知道这酵母冰啊 其实是我们台湾很古早的 是吗 对啊 一般现在外面市面上 其实已经没有在卖了 是因为这个糖厂 所以他们特别制作的酵母冰 非常好 谢谢大家 是台湾的那个古早味 嗯 还好 所以你外国人吃起来 会不会觉得太甜啊 还是怎么样 我们外国人非常喜欢甜 哦 太甜我就不懂是什么意思 哈哈 所以再怎么甜 你就觉得还好 收手而已 对对对对对 而且你看它这个红豆泥啊 嗯 超级饱满的咬下去之后 那个豆沙还会爆出来耶 对啊 我没有红豆 真的吗 真的没有红豆 太遗憾 台湾很多东西都是用红豆做的 像红豆冰啊 红豆饼啊 很多东西 食材都是要靠这个红豆 这是我们非常有名的 而且很天然的一个食材哦 而且你不觉得这边啊 环境超好的 对啊 很安静 对啊 很安静 那这边吃冰真的感觉很不错 很凉爽 而且像夏天的时候啊 如果来这边吃冰 你就觉得很放松 有没有 对 是的 是的 但我感觉有点健康 对 很健康 我们吃冰有很多糖的冰 外国人都太爱吃甜的东西了 对啊 诶 赶快吃快 柔化了快 嗯 怎么样 不错吗 非常好吃 嗯 没不 没有这个冰 太遗憾了 看杰尔跟Rogan吃冰吃得这么海 看着我吃饭已经老了 不是啦 不是啦 我是说天气太老 让我老太多冰啦 杰尔 快包两个酵母冰回来 让我阿圆消消死 看这边 看这边 一 二 三 耶 很好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从这边 OK OK 看这边 一 二 三 亲爱的观众朋友 看了杰尔跟Rogan的介绍 有没有对机车的安全规则更加了解了呢 啊 接下来我们要送大奖给你了哦 请注意听好哦 想要获得New iPad吗 只要到本集介绍的景点 桥头堂长 跟我们杰尔一样 拿着手交通 雄安全的标语 啊 不管你是用手写的呢 还是用列印的都可以哦 要跟景点一起拍照 拍下照片上传到青年港督粉丝团 就有机会拿到大奖哦 想要大奖 动作就要快 来跟我们一起手交通 雄安全吧 这里空气超好的耶 对啊 哇 你不觉得远离都市的 然后这边就觉得特别轻松 特别舒适吗 对 这个工厂真的很好玩 但里面还有人在工作吗 哦 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工作了 但是它早期的时候呢 这边是叫做桥头堂场 里面是制堂用的哦 现在已经改成一个文创园区 你看这个烟松上面写的 桥堂文创园区 哇 从1901 对啊 它在这边已经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而且你知道它这个园区 现在虽然已经改建了 新变得很新 有没有 你看很多的树啊 对啊 很多的地方让你可以去走走 可是呢 它还是有保留 当时候的历史文化 像呢 你可以看到有防空洞 嗯 防空洞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完全不知道 防空洞呢就是以前早期的时候 打仗的时候 大家都会躲在里面的地方 那个很少很少见得到 像我们在都市几乎都看不见了 就是非常非常乡下 很传统的地方才有保留 几个的那样的古迹 然后你看那个烟囱啊 还有这些仓库跟工厂 都是留下来很久很久很久 你看那个颜色都已经 慢慢慢慢退去了有没有 但是呢 这里很棒 我觉得我很喜欢这边的原因是因为 你看它树印啊什么东西 都非常环境非常的好 对不对 对啊 很适合很多人来旅游啊 或者是很多喜欢拍照的人 也都会喜欢来这边拍照 对啊 然后像呢台湾很多学校都会 搬那种户外教学 会带学生一起来这边 然后看好以前的古迹啊 以前的文化 然后可以顺便欣赏这边 优美的风景 对 真的很不错啊 很好玩 你深呼吸一下 谢谢呀 有没有一种来到大自然的感觉呢 对 是的 好棒哦 后面好像还有很多东西 我们去看看 对我们去看看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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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个桥塘文创园区啊 不只是风景优美放松身心 还藏许多文创宝藏 等你去发掘哦 接儿 赶快跟Rogan介绍一下 Rogan 我带你去前面那间店 它好了 我可以买一些经验品回家 你都已经来到这边了 对 它好了 商品觀念 對 看裡面賣的東西都很特別 對啊 你在邊地方你都沒有看過 喔 不錯 你看這整排的架子 它是用那種傳統的手工的樂器 用手工製的喔 然後你看它有做成像 這個很特別 我們在美國一定沒有這個東西 跟你的惡舞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對啊 而且還有像這個 以前的那種民俗的那種民俗 穿著一些玩具啊 而且很多都是用手工製的喔 外面買不到喔 你看它這個 你要買我一個禮物嗎 來到這邊當然要買禮物回去啊 這樣子才會記得啊 留下深刻的印象 你看它靈骨做的很別緻欸 對不對 跟這種一般現代你看 有沒有 很有趣 就不一樣 不一樣 對 你不覺得這邊很棒嗎 看完表演啊 出來還可以這樣子 逛這些紀念品店 而且這邊賣的東西 又是跟那些骨有相關的 對 哇好棒喔 我們去前面看看 好 看看看看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還不知道欸 喔 我知道 這是那個骨棒 骨棒 所以其實你知道為什麼它叫做石骨嗎 我不知道 為什麼 其實石骨就是因為它們骨棒不是有兩隻 然後兩隻骨棒交叉的時候 其實我們國製的石 就是這兩個骨棒交叉 所以它叫做石骨 很有趣 很有趣 前面好像還有東西 我去看看 好 看看 園區內的文創商品種類很多 每一樣都是充滿古早味的小零食 小玩具 精緻可愛 勾起我那好多小時候的回憶 露哥你知道火車是怎麼走的嗎 應該是 請 唱 請 不是啦 我跟你講台灣的火車不是這樣走的 你看我它就這樣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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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跟上我了 你知道我們現在走的這個鐵軌啊 是當年早期堂場 他們用來運堂用的小火車喔 叫做五分車 五分車 很特別對不對 雖然現在這個園區 已經改造變成新的 但他們還是有保留 像以前的鐵軌啊 還有兩邊 你可以看到那個舊式的倉庫啊 很特別對不對 對啊 所以今天你也一起見證了台灣 以前早期他們堂場時代的 很不錯 對不對 相信你在美國一定沒有看過啦 沒有沒有